徐丽霞因为仙人跳在杭州背部 却因为牵扯出乐何一桩惊天大案 42人无辜丧命 地窖堆满尸体 臭气熏天 一个仙人跳的案子 如何成了几十人的命案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991年10月22日 在浙江某地有人报案称 自己遇到了仙人跳 匆匆赶去将人带回来后 工作人员就开始对人进行审问 徐丽霞作为引诱客人的小姐 第一个接受询问 她简单地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却在工作人员正要把她带走时 叫住了沈讯员 她表示自己来大姨妈了 请求工作人员帮她买一包卫生巾 虽然这事很尴尬 但沈讯员还是帮她去买了回来 拿到卫生巾的徐丽霞被感动了 她紧紧攥着那包卫生巾 沈讯员似乎见她还有话要说的样子 便坐了回来 等她开口 29 徐丽霞像是下定决心似的 对沈讯员说道 我杀人了 我杀人了 我在东北杀人了 徐丽霞像是回忆起了什么可怕的画面 浑身颤抖着 沈讯员觉得事情也许不简单 便向上级报告了此事 领导得知后 对此十分重视 要求要仔细审查 接到指示的众人 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 接下来的几天 大家都将精力 投入到了这起闲人跳的案件中来 徐丽霞从她的故事说起 她本来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工作非常体面 从小又长得十分漂亮 所以 她走到哪里 经常被人夸 很受欢迎 后来结婚生子 她的身材依旧保持得很好 基本看不出 她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但徐丽霞的婚姻并不幸福 虽然有了孩子 但丈夫还是对她拳脚相加 因为她长得漂亮 让丈夫没有安全感 久而久之 徐丽霞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她拼命想逃离丈夫 于是 在和丈夫又大吵一架后 她背着包就走了 她当时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离开这里 离开这个家 等她到了车站才发现 自己根本不知道要去哪 她在车站坐下 想着自己的家庭 突然 有人轻轻拍了她一下 她抬头 看到了一个眉目清秀的少年郎 男子说 看到徐丽霞那么好看 为什么会愁眉苦脸 或许是陌生人的询问 让徐丽霞内心的防线崩溃了 她太需要一个可以倾诉的人了 于是 她将自己的事情毫无保留地 讲给了面前的男人听 男人听后 一边安慰她 一边不着痕迹地 打探徐丽霞之后的计划 徐丽霞丝毫没有注意的 她所有的信息 都在短暂的交谈中 被这个男人套得一清二楚 这个男人正是贾文格 也是徐丽霞所说的命案的主谋 得知徐丽霞想要去别的城市打工事 贾文格非常热情地 邀请徐丽霞去他的老家那河 说去了那河 可以帮徐丽霞找个工作 徐丽霞觉得贾文格 长得不像是坏人 便没多想 她以为自己遇到了热心肠的好人 于是 她就跟着贾文格去了那河 却没想到 到了那河后 贾文格直接将人带回了自己家中 随后 就将徐丽霞给强奸了 强奸之后 又将人掐死 随手扔进了自家的地窖里 但贾文格不知道的是 徐丽霞并没有被掐死 而是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徐丽霞从地窖里醒了过来 她还没有看清周围的环境 就被一股臭气 熏得差点喘不上气了 她勉强忍受着刺鼻的味道 睁开眼睛 看向身侧 这一眼 成了徐丽霞挥之不去的噩梦 女子因仙人跳 在浙江背部 却牵扯出了黑龙江42条人命 走失现场惨不忍睹 腐烂的皮肉粘连着 散发着臭味 在十里开外都闻得到 那里究竟发生了 怎样害人的事情 徐丽霞在地窖中悠悠转醒 她一睁眼 就与面前一张惨白的脸对上了 她吓得连尖叫都望 往旁边一摸 竟又摸到了一个冰凉的东西 那形状像极了人的脚 她被巨大的恐惧笼罩着 她不知道 自己身边究竟有多少死人 她颤抖地挣扎着起身 摸索了地窖的出口 逃过死亡的她 只有一个念头 要活着 她要活着 于是原本瘦弱的女子 在惊恐的求生欲望的驱使下 硬是将地窖的出口打开了 可她刚一探出头 还没来得及呼吸新鲜空气 就对上了一双阴冷的眼睛 那是贾文格的眼睛 贾文格是听到响动后 前来查看的 刚从贾文格手里 捡回一条命的徐丽霞 再一次被贾文格绑了起来 本来是准备再一次 将徐丽霞给杀了了事的贾文格 却在看着徐丽霞时 突然萌生了新的想法 因为她觉得徐丽霞一介女流 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也算是个人物 她便放弃了杀掉徐丽霞的想法 但徐丽霞必须和她一起杀人夺财 拼命想活下来的徐丽霞 答应了贾文格的条件 从此以后 徐丽霞就成了贾文格的敛财工具 她让徐丽霞假装战阶女去拉客 将人带到贾文格家中后 再将人身上的财物洗劫一空后杀掉 尸体就被贾文格扔到地窖里 渐渐的 贾文格不满足于 自己单干抢来的财物 她又将李秀华 李燕珍 王立燕等人拉了进来 正式形成了一个作案团伙 这伙人为了杀人更加方便 还弄来了很多麻药 不少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几人手起刀落 结果了性命 除了杀人之外 贾文格还有一个特殊的癖好 她喜欢将受害人的葬籍挖出来 并且让自己的妻子 给她做下酒菜 贾文格的妻子 知道自己的丈夫 是个可怕的杀人恶魔 她想逃离丈夫 想报警 但是每次看到丈夫凶狠的眼神 她都瑟瑟发抖 根本不敢出去 最近贾文格还需要 她的妻子做掩护 也就没有对她的妻子下手 不过每一次贾文格 想要吃人内脏时 她都会让妻子给她做 更有甚者 贾文格还将一个 剑朔小伙的生殖器 给割了下 让她的妻子油炸给她吃 因为她觉得 吃什么补什么 徐丽霞也不是没想过逃跑 但每一次 她都会被贾文格抓回来 为了惩罚徐丽霞的不听话 贾文格把人抓回来后 就会把她一顿暴打 然后再扔紧地窖 与那些尸体一起反思 而且贾文格还告诉徐丽霞 她知道她住哪 她要是不听话 她就把徐丽霞给杀掉 然后再把她的孩子杀掉 娘俩黄泉路上做个伴 被反复扔到地窖几次后 徐丽霞精神近乎崩溃 她不敢再反抗了 她真的怕了 就这样 徐丽霞任人摆布 很快 原本的地窖已经被尸体堆码 贾文格指使另外几个人 在地窖旁边又挖出了一个大坑 继续杀人抛尸 有时人还没有彻底死透 贾文格就将其肢解后 扔进了坑里 他也不用涂眼埋 就那么扔进去堆着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地窖里散发出来的臭味 也越来越明显 贾文格知道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不然这臭味迟早要将它暴露 于是 他留下三人守着地窖 带上了徐丽霞和另一个男子 准备去别的地方打劫 只不过 去别的地方就不能随意杀人了 正是因为这样 才有人报警 举报他们先人跳 也正是因为这个举报 才会牵扯出 死十二条人命的擒天大案 根据徐丽霞的讲述 工作人员迅速联系那何方面 并对贾文格的住处进行搜查 这一搜查 让见惯了尸体的法医都受不了 女子因先人跳 在浙江被捕 却牵扯出黑龙江四十二条人命 搜尸现场惨不忍睹 腐烂的皮肉沾连着 散发的臭味 在十里开外都能闻得到 参与捞尸的法医 无一例外都被尸毒心体 警方根据徐丽霞的描述 找到了那个 藏着四十二条人命的地窖 还没到贾文格院子里 众人就闻到了一股恶臭 负责留在那河 看守地窖的几人 听到了风声后跑路了 当然 是不可能让他们跑掉的 一部分人去抓逃跑的几人 大部分人都留在贾文格家捞尸 因为地窖口不是很大 一次只能一个人下去 所以这给老师工作 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再加上那时候的技术 还没有那么先进 老师的时候 只能由工作人员 将绳子绑在自己身上 借助绳子的力量下到底下 然后再将绳子绑在尸体上 将尸体一点一点拉上去 在上面的尸体还好说 但是越到下面 越不好打捞 堆在最下面的尸体 也是最早被杀害的 此时已经腐烂的非常严重了 而且地窖最下方的尸臭 是最浓郁的 都形成了一道毒杖 即使戴了防毒面具 那臭味 依然钻进了工作人员的鼻子 根本就拦不住 浓郁的臭味 将一名工作人员 直接熏晕过去 倒在了尸堆上 等到他被救上去醒来后 就感觉到身体有些不对了 他知道 那是被尸毒入体了 但是为了完成工作 他不得不再一次进入到尸坑 经过工作人员的努力 两个尸坑里的所有尸体 都被打捞了上了 接下来 就是将这些散乱的尸块 重新拼凑起来 因为那时候没有DNA技术 法医只能通过骨骼 和体貌特征 来确认死者身份 在书名法医 不眠不休的工作下 被打捞上来的所有骸骨 拼凑出了42个人 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 警方带着证据 来到了贾文格面前 看到铁证如山的贾文格 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早在遇到徐丽霞之前 他就已经杀了20个人 徐丽霞本来是他的 第21个目标 结果他没死 贾文格这才威胁徐丽霞 和他一起杀人夺财 具体杀了多少人 就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他只知道自己杀人很平凡 就和闹着玩一样 查清所有的经过后 贾文格一伙人被判处死刑 1992年1月24日 这个作恶夺端的魔鬼 被执行枪决 据说枪决是 贾文格被从腿部开始 供挨了42强才厌气 也算是为那42名无辜之人 报仇血恨了 至此 那河特大杀人案终于落幕 曾经被人说 不想活就去的地方 也终于回归了平静 事实证明 人不可冒想 另外 出门在外 一定要谨慎 不要泄露任何个人信息 不要清醒他人 真爱生命吧 朋友们